各位朋友好 今天很高兴来跟各位分享 才能期三十一周星期六的福音 我是红王六神父 先为您把今天的福音 我先稍微读出一下 今天的福音选自圣儒家福音的十六章 第九节到第十五节 他说那个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接你们到那永远的账目里 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会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会还把真实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 谁还把属于你们自己的交付给你们呢 一个家仆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而爱那个 就忠于这个而轻视那一个 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又侍奉金钱 这是今天的福音 耶稣很会讲话 用很多的匹材吸引我们去注意 他在生前用讲故事吸引大批人 而且耶稣真的他的话语带来生命 即使今天他说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 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接应到永远的账目里 所以耶稣用一个很夸张 让民众可以清晰可以了解的时候 一直要带着人 想想什么是最重要的 而能够最后能够到永生账目 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为我们基督来说 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灵修都跟主日福音 我们所灵修的身体能够连结 他说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会忠心 那这谈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德性 这个德性就是把好的事情 好的动机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让我们真的就像宝主说的 就我们的善言善行 能够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出基督的面貌 或看到基督的形象 最近有一位在新竹认识一位教友 他是一位老师 他过世的 这个老师的过世 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怀念 他在读完诗专之后 在小学任教 在任教的时候 他受到当时耶稣会神父在传教所吸引 后来他非常的认真听道理 后来联系就进入教会 后来他结婚 也继续的教书 不过他一直 在生活当中把他的信仰火出来 这个当时神父看到他这样的认真 所以就邀请他 要不要接受传教员训练在教会里头服务 这位老师呢 就跟他太太商量 一谈决然就把一般认为 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老师工作放下了 就参加这个传教员训练 后来在教堂里头服务 那当时跟着神父 当时台湾社会在变动 又开始很多夫妇的这个问题 就看到这次推动家庭夫妇的肯谈 他们夫妇的肯谈呢 不只是帮助很多人 而是他们彼此夫妻的 他们那样的彼此相爱 常常在这样的分享当中 就感动了很多人 因为他们的婚姻呢 不是天生的 而是彼此在这样 从信仰角度去真的活出来 别人靠他们榜样 他们的分享都受到感动 那后来教会 因为后来提到教会 所以他们无法能够再发挥 他常常就是回到学校里头 不过他们这种对教会的奉献 对服务这种关心 从来没有间断过 师老师呢 他有两项兴趣 也是他的专场 那一个是音乐 他自己自学 学钢琴 弹这个管风琴 也会弹吉他 也会拉这个手风琴 所以有他在的场合 不管在教会礼仪的侍奉 常常有他在 这个他们说很多基督活力远 运动的时候 他那一把手风琴 一拿出来的时候 就能够带动前场 真的充满了喜的 能够带动 那他也教了很多年轻的修女 他们刚进修会 也帮助他 教他们从最基本的开始 教他们 能够在他们的修业里头 日课或者教导的服务 所以不只辛苦的 一起一起地教导他们 那这个人就非常的谦虚 他常常在别人有工作 有需要的时候呢 他看到有人做的时候 他就退去在幕后 他看到这个事情 没有做的时候 他就默默出来 默默地在那边做 他也很喜欢写书法 他在新竹那边 有耶稣教堂 我记得原地的时候 就开着书法班 很多人来写书法 很多人很欣赏他的字 很多人都跟他求 要他写字 他很快的 很爽快的 就写完就送给对方 我在新竹一年的时间的时候呢 他常常在那边 因为他现在六八几岁了 他每年十一年 就开始写春联 他就为教堂的教友 每年都准备了这个 三世师傅的这个春联 还有是春啊福啊 这个字 他默默地 每年在除夕的这个前一个主日呢 就跟他的女儿 就在教堂后面 用那个铁丝挂起来 一步一步的春联 就挂着让大家 为了教友能够选择喜欢的 从来没有夸耀自己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友的生活 真的是一个活住基督的生命 看到一个德心 看到这样一个谦虚 真的是为基督做一个真实的见证 这样的见证不是把天主 和信仰当作是有必要的时候 才会来祈求 而是他的信仰融入他的生活 他生活自然活出他的信仰 就像今天耶稣之后说 一个家族部分侍奉主人 他不是恨这个而就爱那个 或忠于这个而亲户那个 看到这样一个具体 这样一个老师身上活出这个信仰 耶稣就是他真实的主人 他活出这样的爱 给很多人榜样 所以在他上帝的时候 真的受惠于他的人 受他影响的人 很多人来都非常的怀念这个人 为了他而更深意 再次地体会到一个信仰的见证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事情上 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 重要只要有再一个事情 我们愿意开始 那我们一起彼此鼓励 那我们能够养成好的德性 能够把信仰 把耶稣的教导 在我们的时候当中能够活出来 我想我们的平安喜得 就能够吸引别人 就像尼采说的 为什么他不相信天主 他说我在基督徒时 看不到真正的喜的福音 如何叫我信仲 有一个天主存在呢 我想他的话 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 也是给我们一个邀请 如何真正我们活出 天主给我们这个宝藏 让他在生活当中 能够改变我们 是能够成为一个 不是我们拥有很多 我们是更可以爱人的一个人 愿天主将服你 也因着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要求给才能够成为一天 你在这里 订阅 这种事 事实行 没什么不通 这种问题 等于 必须 是的 就能够成为